那这种guidance 是不是有冲突 有冲突会怎么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律漏洞 并没有说法律上 就是说已经被认可了 说这必须要怎么这么这么做 好像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一个法律规定 那么保险公司呢 它有它的规定 那么医生呢 和就是这些医疗保健 这些机构 它有它自己的 这个professional的要求 有时候你可以看到 医生要求这个病人来看病 但是保险公司呢 保险公司它也雇了一些医生 它来那个review呢 它每一个case 看看这种那个医生的这个 看病和收费 是不是必要的 是不是合理的 有时候它overcharge 对吧 就是收钱收多了 或者是去做了 不应该做的一些检查 检查和实验 对 然后呢 它那个 它可能会拒绝 pay这个 它的这个 那个reimbursed 对吧 给那个 就是报销 报销 对 给那个医生 然后就叫这个病人 自己来付 它是这样 有时候它需要 有时候病人可能自己 会在报纸上 或者是听到朋友 或者是什么人说 这个事儿好像 我觉得我这个风险挺大 然后他自己就决定去做了 去要求 去要求去做了 那么呢 没有医生的认可 没有医生认可 这时候 那个保险公司 他的那个医生 他看了的这个单子以后呢 或是这个case report以后 他觉得不必要 那么 那么他有时候 他会要求病人自己付 那么假如说 他这个病人的医生 他认为是必要的 病人医生 可以亲自写一封信 来解释 说明 说明说这个病人是必要的 也可能他就能付的 非常复杂 没有什么法律预据 是 那我们来 现在就来说一说 一般的来讲 一个成年人 每年的所谓的年度的 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体检 一般来说 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这个话题就比较宽 对 然后是这样 就看是男人女人 我们刚才说 小孩和老年人 对吧 一般的来说 他年度年检 年检这个 这个是对美国人来说 就是说有医疗保险的 因为美国还有很多一部分人 没有医疗保险 所以新总统上台 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大的一个挑战 对 说这个医疗保险制度 其实医疗 医疗这个上面的费用 在政府 还有这个 还有些基金会 花了很多很多钱 但是始终得不到改善 那么不同的人群 那么每年呢 都需要一些那个 那个年检 就是年检 你说 像我们这个 他不是说根据人群 他而是根据一些必要的 一些疾病 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 关于心脏病方面的 对吧 高血脂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高血脂 那么他要求 就像 按照以前的要求来说 是 男人呢 是在35岁以后 女人呢 是在45岁以后 每年要做 每年要做一次呢 血脂的检查 对吧 但是呢 现在根据新的这个 guideline 就是新的这种 规则 要求啊 男性呢 包括男性 女性 所有的人都在内 20岁就开始 就要做 为什么把年龄放得这么低呢 因为他是这样的 因为他发现这个 由于美国的这个生活习惯 美国的饮食习惯 造成了大量的这个病人 他在复查了以后啊 在35岁复查以后 发现每一个人好像血脂 都不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那么就往前推 你就想他的这个食品嘛 都是一些高脂肪 大部分是高脂肪的食物 那么对于这个一般的人 我刚才说 要是对于高危人群 或者有家族史的 高脂血症家族史的 就遗传性的这种 高脂血症的这种家族 那么呢 就开始 从两岁到二十岁 就开始检查了 就根据自己的医生来决定 这现在可以看见 他的年龄段提前了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及早就发现这个病人 是不是有这种 高血脂的这种情况 然后对于呢 早期预防 那么对于以后呢 的医疗费用会减少很多很多 说到这种 就是什么年龄段 检查什么样的病啊 就是说 假如我们来比较一下 美国这边有很多 这样的医疗保险 这样的计划了 主要的这些年度体检的项目呢 常规的 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些项目应该 差不多都包括在内 但是就是说到 这个有年龄区别的 比如说可能有的保险公司 他们就设置的年龄不一样 你比如说谈到 刚才你谈到这个血脂的问题 那我想到 比如说男性的这个前列腺 这个前列腺检查 那在美国不同的医疗保险里面 这个年龄呢 是不一样的 有的保险计划可能是40岁 可以每年做一次 有的是要求45岁 每年做一次 这种有没有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 这哪一个年龄 比如说是比较合适的 他那个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是从50岁以后开始做 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50岁以后呢 发生前列腺癌的这个几率 明显的上升 对吧 那您刚才说的就是 不同的年龄段 有的医生要做 因为你到 你到那个 你的家庭医生那去看病以后 他会给你一张化验单 化验单上可能会 就会有这个叫PSA 就是前列腺特医抗原 特医抗原检查 对 那个PSA的这个检查 它这个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正常值 它也是变化的 一般的来说就是说 像39岁到49岁的人 他是亚洲人 亚洲人应该是在2以下 那么白人呢 他会稍高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与人种有关系 在2.5以下 与基因有一定的关系 对 然后那个一般的来说 要是在2到4呢 之间 就PSA要在2到4之间 那么就很可能 就是说 医生要注意了 患者反正也要再 下一次 也可能是6个月以后 再来一次 超过4以上 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注意 这是有可能性的 是 对 那我们还有很多 非常具体的 关于年度体检的一些问题 不过我想先看一下 我们可能线上 有一些听众和观众啊 希望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 通过卫星电视和短播现场 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年度体检的重要性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会接听电话 欢迎听众和观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 那么拨打电话的方法 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在接电话之前 再次提醒您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 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是 湖北的段先生 段先生你好 喂 你好 请讲 就是说我前天去医院体检一下 因为体检它的血液 血液里面有个数字的参考 它显示的白细胞数目偏低 我的证明说明什么 因为他说的白细胞数目偏低 这个第一个他应该再做一次 那个检查 是不是由于实验误差造成的 对吧 他说的白细胞 白细胞里面有好多种是哪一种偏低 对吧 他可能是说的 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W 就是WBC 那么白细胞偏低 那有很多很多 因为我不想就是说 就是猜测了 因为他这个问题比较的模糊 你知道吧 因为不懂得医学 你像一般的来说 如果白细胞偏低 第一个我们想到的 是不是有什么血液病 对吧 白血病啊 或是什么的 再一个是不是 看到红细胞怎么样 那个血红蛋白怎么样 假如说三个细都低的话 还有血小板 那么呢我们怀疑他